中国公开展示巨浪-2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画面 这款导弹能否直达美国 是否潜出第一导链才是关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福建少 在庆祝中国海军成立75周年的活动中 一段视频突出展示了战略导弹核潜艇进行二次核反击的能力 这被认为是巨浪-2潜射弹道导弹 首次在模拟演习中亮相 也意味着中国海基和反击战术已经走向城出 央视发布的视频显示 参与核潜艇反击行动的包括航母战斗群和四艘潜艇 三艘潜艇正在执行掩护任务 其中一艘潜艇发射了无人潜航器 而第四艘战略导弹核潜艇则成功的发射了潜射弹道导弹 让外界格外关注的关键词是 潜艇已经达到预定发射地点 并被命令进行致命打击 最后画面显示一枚潜射弹道导弹 冲出海面深入高空 这里所说的致命打击 当然指的是核反击行动 而这次发射的弹道导弹也被公认为 是2019年在阅兵市上首次展出的巨浪-2潜射弹道导弹 外媒提侧 巨浪-2的基础型号的最大射程为7400公里 改进行的射程则能达到8000是9000公里 那就不难解释 其发射任务需要由航母编队和另外三艘潜艇提供掩护了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 其发射阵地很可能就位于西太平洋 或者说是突破了第一岛链后所处的某个海域 吴嘉大楼在2023年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声称 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如果能够部署在中太平洋 那么就可以威胁美国大陆的西半部 包括夏威夷、阿拉斯加 如果再潜出到夏威夷以东 就能够威胁到美国东海岸目标 中国目前共部署有6艘弹道导弹核潜艇 6艘攻击型核潜艇 而未来的晋级094弹道导弹核潜艇将会部署巨浪-3潜射弹道导弹 而这款导弹具备在南海发射 就能直达美国本土的能力 可见该视频虽然展示了中国海军 对地方国家实施海基和反击的实力 但是也能证明中国在发展海基和反击力量方面 还面临着一些问题 这种基于岛链封锁所带来的战略短板 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实现突破 第一就是中国大陆是否能够统一台湾非常关键 解放军如果能够将战略导弹核潜艇 直接部署在台湾东部海域 那么这样美国部署在岛链上的反潜探测装置就没有用了 中国核潜艇的隐蔽能力将有数量级的提升 美国的核攻击潜艇可以逼近中国发射巡航导弹 而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 也可以畅通无阻地抵达美国家门口 双方总算是形成了对等的威射态势 那么第二个办法就是依赖西方所声称的近级核潜艇 和巨浪山弹道导弹的组合 基于中国战略导弹核潜艇排水量的增加 静音技术的突飞猛进 以及潜射洲际导弹技术的进步 如果能够将其射程提高到1.2万至1.3万公里 那么美国基于导链对中国核潜艇的封锁态势 也将因此而被打破 那么第三个办法就是 中国开始部署西一代的高技术导弹 比如为潜射高超越数导弹配备水漂弹头 就有希望将9000公里左右射程 直接升加到12000公里 也就是说让巨浪2在中国沿海发射 就能具备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 而且这种导弹 因为弹道是不可预测的 具有更好的突防能力 总体而言 中国海基核反击力量的建设 最终极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统一台湾 同时也需要加紧发展 个头更大的下一代战略导弹核潜艇 以及射程更远的潜射洲际导弹 或者采用高超音速的洲际导弹 核战争打不得 但是我们为了避免被美国人搞核炸 还真的有必要多秀秀肌肉 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核反击能力